好都说了千金难买早知道 但是台指级如何神预言未来的行情 临终请问怎么样解密这些关键指标 对那我们知道台股这几天是稍微有点这个回神反弹 那其实上个礼拜的这个气氛并不太好 对那简单来掌握一下 因为现在已经很晚了 所以你刚才如果没看到的话就很可惜 现在就是重点 我们来看这个put call ratio值 怎么去掌握台股的转折 当然台湾其交所每天都会公布这个数字 但是它因为藏得很里面 所以你当然把这个路径稍微记一下 你点进去交易资讯 然后里面有选择权 然后选择权的put call ratio的比 那这个是它的这个网页 对不对 点进去之后 你就往最右边去看这边 买卖权的未平仓量的比率 原本上也很简单 我们以前在节目上也有介绍过 100以上就是多方 那100以下 大盘可能就会下跌 所以我们看这一波什么时候从100跳到 就是从三位数变成两位数 那我们看是不是这一天是 10月15号的时候是134 对不对 那10月16是不是变成92 所以你应该是收盘后你才知道嘛 因为16号收盘嘛 那隔天呢就是17号 17号一开盘 你就要开始把你的想法变得稍微保守一些 对所以你看从这边是不是91开始 一直到现在其实到今天其实也还没有回10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我当打开这个网站看到了未平仓量的比例 对 前一天10月15号从134三位数 掉到了只剩下两位数 对于是我这一天看到之后 因为这一天收盘之后看到嘛 对 我在隔一天的操作 其实就不太建议积极买股票了 你就不太适合买全职股 因为其实它跟外资的动作 其实会有点息息相关 来我看一下台股的开线 10月17号就不太建议积极的买全职股 现在游标在这一天就是10月17号 就是你说开盘 这一天如果你去追 就是卡在这里 你就卡在最高点 那因为这个18号这天是因为台积电的法说会 所以从这边开始你就会看到 全市场觉得这个气氛变得很悲观 那就比较特殊 这一天刚好是结算日 就结算过后整个市场就变得 好像没有那么看多股票 你同样不要变 我看一下台积电好不好 因为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 就不太适合去追大型的全职股 以台积电来说 对耶 对你看如果你没看到这一集 你就会追在1100嘛 现在就会就很难过 对所以这个指标你要掌握好之后 你就可以发现 他真的还蛮有用的 那明天的这几天 如果雷口中的探源选完之后 那我们回到重新Q4的一个多方 你这个只一定要回到100之上 不然绝对不是多头 对所以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那个路径太重要了 我们再跟大家讲 因为李宗说藏在很里面 到这边进来这边这边之后 然后去找那个最右边的 最右边这个栏位 那所以你看这个11月5号 我记得是90几了 那从88回到90几代表指数 应该是在上升的 他会跟着他同步的变化 所以等他回到三位数 相对进场是比较安全一点 对他就是比较 比较偏向多方的一个态势 好所以这是普空 ratio值 那为什么这个值跟大盘会同步 我们这边就快速的看过了 第一个情境多头的时候 卖权增加 不是卖权增加 就是买权会减少 因为我们的普空 ratio值是这样子 我们上面是不是put 那下面是call 那假设这个值要增加的话 所以情境一是不是卖权是增加的 那情境二是买权要减少 那这两种不管怎么样 上面那个就是你散户去买 卖权的时候都被套牢 就是大盘一直在涨 那散户都做错 他买了很多put 全部都被套牢 所以这个值就会跟大盘的同步 那反过来的话 如果是空头的时候 变成散户买卖权 他随时都会赚钱 他就马上就出场 所以结论是 他跟大盘一定是同步的 那你有时候看到教科书 或是网站上面说 他跟大盘是反方向 那是不对的 你要留意一下 他跟大盘是同方向 对 所以这个从这张表 这个简单的看出来 OK好来下一张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我们有说过了 因为结算后 这个值始终低于多空分解 就是100以下 所以你这一波 从这个点是不是10月17号 我们就看到不太对了 然后到这个最低点 这边总共可以避开883点 对 所以我们说 你如果看到这个值 你觉得掌握它的转折之后 你其实可以吃英宝泰 那如果你是做这个 大型全职股的台积电 这边17号的开盘是1050 那本波低点这个位置是996 所以应该也是避开了56 那我们有回测过 你用这个pulco ratio值 去做台积电跟这个红海联发科 其实它都是可以的 对都还蛮适合 所以这个指标 非常可以用在大型全职股的操作 好来下一张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指标在历次股灾的表现好了 第一个是最近 如果你把近十年跌得比较惨的 像2015年中国的股灾这一波 那我们看上方就是台子期的一个K线 那这个从2015年的5月份开始 你看它是不是就变成绿色的 所以绿色就是在100以下 然后一直到9月的时候 它才慢慢的翻成红色 那如果你搭配上一条季线来看 其实最准确 就是当大盘跌破季线 它就是空头 那如果是空头也是绿色的话 代表你价格跟筹码都符合 所以这一波的下跌 就其实就很可怕 那再来我们看 2020年新冠疫情的时候 你看大盘是不是有跌破季线 这一段 从这边开始到这边 其实都是跌破的 可是是红色的 对 但是你看这个Poco6值是红色的 所以你会发现 2020年3月这一次的下跌 马上就回神了 所以你可以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看 那这几天的下跌也是一样 我们说是绿色 对不对 但是没有跌破季线 所以你看这三天的反弹 也是很快就来 那2022年呢 我们知道是一个空头年 那为什么下跌 因为这个FED开始启动升息 所以你看一样 这一波都是在季线的下方 那你只要看到像 从6月到8月 跌得比较深的时候 如果是绿色的话 这个指数向下空间就会比较多 那我们看现在这是最新的这个筹码的状况 那橘色这一条是十天均线 那这一条蓝色是季线 所以现在看起来还是多方 对 这些季线之上 对 那目前已经谈了大概四五天左右 那外资呢 四万一千口的这个空单 其实还是蛮多的 要不要担心 我觉得稍微要担心 因为不论是以前像台积电的法说 或是不管什么事情 他们代表可能都看到了一些不好的消息 那他什么时候会减少 如果有重挫啊 他就会减少 为什么他停力出场 所以现在因为指数没有空间 他就大概维持这样多的一个水位在这边 那因为其实外资他这样 他有很多的台积电 还有很多期货 还有很多现金 所以他在台湾 他其实很好控盘 那散户呢 做多 那有点亏要翻空 散户如果翻空 大盘就会涨 这是一定准的 那再来我们就看自营商的选择权 最近其实变化没有太大 那最后就是Poco Ratio值 我们说的 这一波数都是绿色 从结算到现在都是绿色 所以看大盘稍微一点往下 但是没有跌破这一条蓝色的季线 所以他这波反弹也相当的迅速 那一样回到我们的主轴 第四季如果要上涨的话 这边一定要翻成红色 就像这样子 这边是红色的 大盘才会上涨 红色大盘才会上涨 这样子 OK 怎么样运用Poco Ratio值 来判断接下来的操作方向 好 那我们来看从几个点来看 第一个如果他大于100的时候 当然就是多方 那多方分成两种 首稳季线就会持续上涨 如果大于100 但是在季线下方 就是一个假跌破 所以假跌破 其实是运量反弹 运量反弹 对还是要以Poco Ratio值为主 那多方的话 其实选股方向 当然电子股 全子股 他都是比较适合一些 那如果你喜欢做ETF的话 也可以用在ETF 也可以用ETF 那你就去买什么 像这个0050 6208跟881 这种属于市值型的ETF 会比较适合 而且栽体比较大的 对 在Poco Ratio值 大于100的时候 他是比较容易上涨 那如果小于100呢 一样分成两种 那小于100 但是目前短线 占回季线 那可能是一个假突破 那后续还是会下跌 我们还是要以他为主 那如果他小于100 又在季线下方 就像2015年的股灾一样 那这个盘就会持续下跌 那当然股票就比较难买 就可以买什么 金融 航运或是传产 这类型比较防御型的股票 所以在这个阶段 你就要做准备 到了这个阶段 你可能就要当机立断了 是不是 对没有错 就是你就开始要买防御的 像中华电信那些 那ETF的话 你就可以买那个高息低波的 就是跟大盘 比较没有那么相关的 像这个713 915 或是像这种航运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航运股 那这是航运的ETF 所以这类型 也是比较适合去布局 可以搭配反向的ETF吗 也可以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状况 小于100 又在季线的下方 你就可以买一些 那个例如说像 632R那种标的 了解精彩 谢谢林中 请先回座 今天上了两堂 非常宝贵的课了 所以大家回去 自己做做功课 揣摩一下 当然今天到目前为止 我们录影的 两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 全世界目前资本市场 那个交易都非常的焦灼 大家都在等开奖 汉伟我们请你上台来 明天开盘 我们还看不到雪果 最快大概周末吧 如果这个差距比较大的话 也许明天大概下午 就可以知道 大致上的一个结果 台湾时间明天下午 对那就是说 他们差距要拉得很大 如果说是非常胶着的话 也许要等到这个周末的时候 才会有比较明确的结果出来 所以最快是我们明天录影之前 最快的话录影之前 可能就知道一点点眉目了 对如果说这两边的差距 差距已经非常大的话 也许就可以提早宣布谁当选 好明天的关盘重点 对所以比方今天晚上 你美股就紧盯这四场股票就好了 一个是挥达跟美超 代表相关的AI的供应链 那另外如果要压保 明天真的川普会当选的话 特斯拉因为是重压这个川普嘛 另外川普自己的川普媒体 这样的股票如果今天晚上收盘是大涨 代表明天其实美国的投资人 是预期可能川普当选率比较高 那另外金融商品就可以看到 如果美债率往上走黄金比特币 美金指数同步往上走高 也代表市场是看好川普交易 接下来会持续做一个酝酿的动作 那我觉得明天就非常精彩 因为明天早上八点到九点 三大摇摆州会陆陆续开票 所以八点会开乔治亚 八点半开北卡 九点开宾州 这三个州大概有将近大概 快到60张的一个选票 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 明天早上开盘 从台止期到九点台股开盘 我觉得都会大幅度的震荡 那九点是最精彩的时候 因为最多都是在九点同时开票 也是我们开盘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那个得票数伴随着大盘指数上冲下行 所以预计在那时候震荡最为剧烈 所以那时候你看到 几涨不要追股票 几点也不要杀股票 因为我觉得那个都是短向量波动 后面还是要等到结果出来 才会出现比较明确的方向 所以几涨你可以再卖方 几点你可以再买方 那台股但明天我觉得这个 美股大选的行情会比较大 所以相关族群 我觉得看一些指标性的股票 AI伺服器你看技嘉 那航运股 但今天可以看到万海 是有这些表态的动作 机器人你可以看到 今天罗生直接拉涨明白 另外如果说贺锦丽 有当选机会比较高的话 绿能股你可以观察一下华城 如果明天盘动有发动的话 也许代表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